巴西擁有先天的自然條件 又有後天政策的推廣之下 目前已經有超過50%以上的車子 動力都是來自於 甘蔗所生產出來的酒精汽油 大量的需求大大的降低它的生產成本 所以我們看到在加油站裡頭 酒精汽油的售價是 也就是酒精含量25%左右的酒精汽油 每公升2.549的8B 而百分之百的酒精含量的酒精汽油 Eranol每公升1.699的8B 大概只有gasolina的0.7倍左右 便宜吧 所以在這裡把酒精拿來做車子的動力 是既環保而且又省錢喔